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在即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德一带一路合作起步早 合作时前景好 共建一带一路正日益成为中德全面深化合作的一大重要增长点 吴肯指出 自习近平主席五年前访德以来 德国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与认知不断加强 关注和参与日益深入 两国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显著 这个六年来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啊 不断发展 不断扩大 与各方合作不断深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德国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点 习主席在2014年对欧洲进行访问的时候 专程到了独一世宝港行 看了那一列重新发来的吧 于兴欧这个货运的班列 在习主席的亲自推动下 这个会议班列成了连接中欧之间 也可以说是连接中欧之间 这种尸首之路啊 陆地尸首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扭带 吴肯表示 中欧班列迄今已开行超过一万四千列 作为欧洲主要目的地 汉堡 杜伊斯堡等德国城市均从中受益 希望更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积极性很高 吴肯说 近两年来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认识到一带一路所蕴含的重要机遇 相信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在沿线国家的剑刺铺开 和众多国际合作成果的落地 更多欧洲人将逐渐放下曾经的误解或偏见 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不是陷阱 而是合作共赢的陷柄 更多欧洲国家将加快共建一带一路步伐 旅行一月内 吴肯的突出感受是 德各界都高度重视中德关系 对推进中德合作愿望强烈 作为新任驻德大使 他有信心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共识 与各界朋友共同努力 推动当前高水平的中德关系 向更深层次 更广领域发展